一年容易有GP,踏入3月的時候,又是MotoGP開季的時候 今季究竟2018年有什麼玩法呢? 也有什麼看頭呢? 今天藉著這個小小的時間,可以跟大家講解一下 今季就是格蘭披治電單車錦標賽,踏入第70周年的大日子 而今季也是歷來分賺場數最多的一季 加上泰國之後會去到19站 而泰國的比賽會在10月初舉行 或者大家都可以想一想,現場去看車 至於車手方面,今季有24位車手在MotoGP割續 當中有一半是世界冠軍的銜頭 而其中一樣有趣的是,在這24位車手當中 有三位車手在任何級別都未贏過車 你們又知不知道哪幾位呢? 可以動一下腦筋,想一想 而今年MotoGP有五位新人 當中包括了馬來西亞第一位MotoGP車手,沙軒 其他的改變當中也包括了米芝連胎 今季在開季之前已經訂好了,19站會用什麼車手 車隊都知道了 就不會像上一季那樣,去到季中的時間 突然轉換車胎的結構等等 令車隊好像有點頭痕 不過這一方面的舉動,令車隊和車手的意見很壞參半 我們都要再看下去才知道 另外一樣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Air Fairings 其實玩法方面,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大家其實現在的簡單來說 方向都是參照著去年Ducati的款式 都是一個盒子的形式 視乎中間的空間是大一點、長一點 還是會不會再加一些液片在裡面 但大體上,大家的發展方向都是接近的 說到今年的形勢,其實應該會更加緊湊 如果你說看回整個東測的情況 如果你要說熱門,暫時還是離不開 就是馬昆斯和杜維斯奧蘇這兩位 而Honda本身今年也致力改善引擎的發揮 繼續希望可以在出彎的時候 這個不夠力的缺點能夠解決得到 而Ducati繼續在車架方面著墨 希望可以繼續改善他們在彎心的情況 尤其是在一些長的彎位 會不會減少損失的時間 這兩方面其實這兩家廠看起來都可以 相反Yamaha 如果看東測的話 會是有點令人擔心的 因為像過山車一樣,是好是壞 主要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車架的發展方向 似乎是舉期不定 另外一樣就是仍然未解決到 上季的車胎的損耗 去到尾段的時候 那個的表現都會降低得很厲害 這兩方面似乎還未完全解決到 不過他們不是沒有好消息 大家都知道 他們旗下的兩位車手 維努利斯 以及大家都很喜歡的羅斯 也都先後續了約 大家都續兩年 羅斯更加是新鮮滾熱 剛剛續了 也是一個非常振奮的消息 對於大家來說 兩位的車手都先後續約 其實也是代表著 當然他們對廠方有一定的信心 我們儘管一路都相信下去 而另外一樣就是要看的 就是今季有什麼車手 是比較擔當黑馬的角色 其實很多都有 但特別想提到的可能有三位 第一個就是去年的新人王 薩糕 另外就是今年駕駭木的連絲 沒有轉過隊 另一個就是轉了會 去了Prime Ducati的米娜 他們三個其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當中薩糕的情況 其實會比較有趣一些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薩糕勁 大家都知道 究竟他會得到Yamaha廠方面 有多大的支持 這個會成為一個焦點 事關其實如果薩糕的表現 比兩個廠隊的車手好 會令到Yamaha很尷尬 但是一旦你說車隊 即是廠方那裡 那兩位車手發揮不太好 而薩糕又交到貨 那怎麼辦呢 而另一樣大家也知道 薩糕效力的車隊 今年之後 就不會再跟Yamaha合作 喂 走了 究竟Yamaha又會給多少支援 薩糕和薩糕 這個都會是這個賽季 一路發展的時候 其中一樣 是要去留意著的地方 而說近一點 接下來的卡塔爾站 連續第12年 成為MotoGP的揭幕戰 無他的肯付錢 還要是一塊很大的錢 今年有什麼改變呢 有少少的 就是時間方面 提早了 由過往 其實四天的賽程 變了三天 跟回大隊 而開賽的時間 亦都提早了兩個小時 MotoGP的比賽 仍然都會是夜賽 但是Moto2和Moto3 就會變成日間比賽 甚至日間 橫跨到夜晚 這方面 面對著溫度和濕度的改變 對於大家有什麼影響 亦都在今個星期 值得去看 今季除了U-Power 繼續會製作MotoGP的前瞻節目之外 我們都希望把Power 重複 所以都找來PowerAsian Motorsport PAF跟我們合作 非常多謝他們 提供一個這麼漂亮的場地 給我們進行拍攝 還有漂亮的咖啡飲 等我們 例如我 攝影師 都不需要日曬雨林去拍這個節目 非常多謝他們 PAF也是給了一個 電單車迷 電單車友 一個聚腳的地方 而最棒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 不定時都會直播MotoGP的比賽 所以如果大家想約在一起 一班朋友 一起去看這個Live 都可以去PAM 當然 大家也可以跟他們的相關同事 作出查詢先 說到這裏 時間就真的差不多了 今集就先說到這裏 我迎安邦在直播的時候 再約定大家